议员 你好 你之前曾经是政治线的记者 那好奇有没有哪一位政治人物 是你觉得最难搞 最难访的 我觉得难搞跟难访是两回事 对 难访的有非常地多 比如说像是 我觉得 现在的台北市长长万 他就是偏难访的一位 为什么 因为他讲话我觉得 就不像尖歌这么地有趣 也不像韩市长这么地有趣 太震惊了 对 他就是比较震惊 比较震惊一点点 正二八百这样子 他会不会就是在冷处里 也不是冷处里 我觉得他就是比较小心吧 就他讲的每一句话 就会比较小心 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说 就会觉得去访他 就是会觉得每天长得 好像都有点差不多 所以有时候在分配路线 比如说今天要开那个 编辑会的时候就会说 你去跑讲话 我不要跑这样吗 这不会啦 因为他至少长得很帅 对 所以讲话 就是大家应该都是 抢折跑到那边 那难搞的呢 难搞 我觉得其实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难搞的政治人物 但是会让我觉得有点烦的 就是讲话讲太久 对 像是 讲话讲很久的 大概就是像那个 吴敦毅 你们会知道吴敦毅这个人吗 知道 知道 知道吧 高腰库 对 吴敦毅主席 他就是讲话讲很久的一个人 还有宋伯伯 宋楚瑜 他也是讲话讲到手会断掉的那一种 而且他们话说从头是从民国49年 民国38年那种开始讲 对 就说38年 天哪 50年了 你还在讲 我们有一些来宾也是这样子 也是这样回的 对 我们懂你 对 你就会想说 我们可不可以从2012年开始呢 那有曾经就是新闻播出之后 被打电话抗议说 你这一则怎么做吗 有 还蛮长的 蛮长的 对 我觉得其实还蛮长的 一个礼拜有三次 是不到一个礼拜有三次 可是 他怎么被抱怨呢 就会说你一个标题不能这样子下 你这样下好像在影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甚至我还有那种半夜接过电话说 你不可以在我的访问上面讲这一段话 因为你这样子好像就是在影射我 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那你会道歉吗 我不会道歉 因为如果我没有错的话 我不认为我应该要道歉 如果是有错的话 那我会道歉 我会改 可是通常都不是 都不是有错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政治新闻的美感 是真的蛮多的 政治新闻它不是那种是跟错 它不是黑白 所以它会有很多 政治人会觉得你这样子写对我不好 可是事实上也没有写错 那下次见面会不会尴尬 其实我有个例子就是 有某位政治人物半夜打来 还跟我大吵 就是有点大骂我的状态 然后我也就是被他骂到 有点莫名其妙 他还挂电话 然后我要打回去 他还不接 然后过了两三天 因为我有请他帮我查一些东西 查一些资料 然后他就默默地跑来说 这个资料查好了 如果你还要防我的话 那我们就哪时候哪时候 他们其实也需要记者啦 就是大家互相合作啦 但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 大家其实都在一个默契之间嘛 好的 下一题我们请小题 薇薇 彩薇姐您好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是你加入政治圈之后 你不是很常质询别人吗 那你在质询别人的时候 会不会职业病上升 然后忽然开始用主播的方式 例如刚刚这一阵场 对 正常都在用主播的方式 没有吗 我刚刚已经放很开了 可是我真的会很容易 质询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们太常会 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你就会无法让空气是安静的 所以就变成说 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你会发现 那个讲湾跟官员 好像都一直在听我在讲 然后我就突然 对 自己讲太久了 然后就会停顿下来 然后停顿下来 他们反而才会觉得 怎么停顿了 就像自己看电视一样 觉得主播停下来 就觉得电视坏掉 然后就会发现 默默抬起头看你一下 发生什么事 对 然后你就会 对 我又陷入那个状态了 你会很担心 比如像我们在录节目过程当中 现在这样 会 当然会 我刚刚说你怎么了 那我们就安静一下 不要了 观众会走 对